欢迎收看馆长聊影,我是张馆长 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科幻电影《十二猴子》 影片开始,由于在1997年被致命病毒侵袭 地球上51人因此丧生 幸存人类只好转入地下生活 2035年,地下人类在时空旅行技术上有了突破性发展 科学家们为了追查当年病毒扩散的原因 让囚犯詹姆斯·科尔作为志愿者通过时间旅行回到1996年营调查 科尔在梦中经常梦到自己在机场空旷的候机大厅中 遇到一名男子被枪击 另一名金发美女哭喊着奔向倒地的男子 科尔总是梦到这一场景 被科学家认为有坚强意志力 可以承受时空错乱带来的冲击 第一次传送出现错误 科尔被送到1990年的巴尔蒂摩 科尔因为只穿了内裤和透明语衣 并袭击问询的警察 语无伦次,歇斯底里躁遇不安 咽尿确定没有吸毒后 警察怀疑他精神异常而将科尔送进巴尔蒂摩精神病院 众多精神医师的会诊时 他向人们描述六年后将有50亿人口死于一场病毒灾难 要求打电话证实自己的说法 科尔的主治医师凯瑟琳同意了他的请求 科尔获得打电话的机会 适度与科学家取得联系 但一无所获 随即被精神病医师们诊断为精神分裂和妄想症 我的天 馆长记得之前看过知乎的一个问题 如何在精神病院证明自己是正常人 答案是不要怀疑医生的诊断 而是老老实实的配合治疗 在精神病院 科尔结识了病友杰弗里 他与杰弗里在精神病院里的一次谈话 无意间说出要消灭全人类的主意 这成了以后杰弗里偷取病毒 灭绝全人类的疯狂想法的来源 杰弗里试图帮助科尔逃出精神病院 科尔逃出几道门后被保安制服 医院单独把他关押起来 但不久科尔离奇消失 镜头转向2035年 科学家把科尔拉回到了当前 给他听了一段录音 指出动物解放协会就是12猴子军 并提到了该组织的位置 科学家们给了科尔第二次机会 穿越时空识讯线索 再一次的传送更不靠谱 科尔被传送到了驿站战场 见到了同样被错误传送的育友和习 吃身裸体的自己 腿部还中了一枪 镜头回到1996年11月 凯瑟琳医生正在演讲 他发现历史上存在很多不可思议的巧合 驿站时一名伤员被送入医院 不会发语 却回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叫嚷着他要找寻一种病毒 阻止全球瘟疫的发生 后来同样离奇消失 凯瑟琳向听众讲解了卡珊卓情节 既有预见性的人 往往要承受精神上巨大的孤独与痛苦 不自觉地陷入卡珊卓情节 在一切到来之前先毁灭自己 镜头给到后排长发男子 长发男在索要凯瑟琳新书签名时 叙悼着自己关于人类疯狂的情境 显然长发男十分认同凯瑟琳的理论 与此同时 科学家们又一次将科尔送回到1996年 科尔在凯瑟琳演讲结束后将他挟持 科尔发现病毒的繁原地是在费城 他挟持了凯瑟琳开车送他前往费城 在路上车材广播说 警察正在搜寻一名失踪的男孩 有可能掉落深坑被困在管道井中 科尔提到自己小时候的游戏 他说小男孩也许只是藏在骨仓中 科尔把头伸出车窗 肆意呼吸着新鲜空气 欣赏着路易斯·艾姆斯塔朗的歌 世界真美好 到达费城后 他们发现十二猴子军在街道上的涂鸦 并遇到了一名乞丐 乞丐说科学家们在科尔身上安装了跟踪器 随时都可以找到他 而乞丐拔掉了作为跟踪器的牙齿 随后科尔带着凯瑟琳找到了十二猴子军的场所 他们发现十二猴子军 即动物解放运动协会 他的组织者是六年前 科尔在精神病院的病友杰弗里 杰弗里之父为著名的病毒专家克兰德 科尔一度以为是自己当年 在精神病院关于病毒袭击的谈话 启发了杰弗里毁灭世界的灵感 科尔问出杰弗里家庭地址 前去阻止他邪恶的计划 施与愿违 科尔被杰弗里的保安差点抓住 逃出杰弗里家之后 带着凯瑟琳逃避赶来的警察的搜捕 在警察包围他俩之后 科尔再一次神秘消失了 科尔再一次被拉回2035年 科学家对于查出十二猴子军 与病毒科学家父子非常满意 准备给科尔特赦 而科尔努力争取机会 再一次执行任务回到过去 起初凯瑟琳不相信他的话 但是随着一些事件的发生 比如他看到电视上又报道 那名失踪的男孩果真就藏在骨仓 而之前提到那名一战里怪异的士兵照片 科尔就出现在他身旁 凯瑟琳意识到科尔所说非虚 给克兰德博士打电话 提醒他杰弗里和十二猴子军 然而克兰德并不相信他的说辞 克兰德虽然对十二猴子的说法吃着以鼻 但还是叮嘱助助手升级实验室的安保措施 而这位助手正是曾经参加凯瑟琳讲座的查发男 凯瑟琳再次找到了动物协会 要破坏他们的计划 然而杰弗里一伙人做好准备闭门不见 凯瑟琳转身遇到之前的那名乞丐 告诉他要马上联络科尔 镜头一转 经历多次时空穿越 有些精神恍惚的科尔随即出现在的人群 这里看起来有些突兀 但对于未来而言 一分钟和一年并没有什么区别 凯瑟琳意识到六年前科尔曾拨打的电话号码 极有可能不是电话号码错了 而是1990年是个错误时间点 凯瑟琳拨打的这个号码 对方是一家地产公司 电话留言 警告12猴子军团的可能威胁 凯瑟琳的这段录音 正好就是前数被未来科学家反复研究的录音线索 为了逃避警察搜捕 两人乔装打扮 而凯瑟琳特意买了几丁假发 两人进入电影院后 正在上映西区科和导演的眩晕和鸟 此时科尔也渐渐开始意识混乱 在梦中科尔又看到熟悉的场景 醒来后凯瑟琳不在身边 他赶紧跑出放映厅 发现戴上金色假发的凯瑟琳 就是反复出现在梦境中的金发女人 而凯瑟琳本来的发色是深棕色 所以一开始科尔并没有认出来 然而杰弗里及其12猴子军成员的大行动 其实只是将克兰德捆送动物园囚禁 以抗议动物活体实验 并释放棺材动物园的动物在费城四处游荡 当科尔发现那场致命的病毒 根本与12猴子军团无关时 他和凯瑟琳决定不再理会 并打算飞离费城 去迈阿密的海边享受平淡美好的生活 在机场 科尔给科学家留言 他已经完成了任务 并不想再回到2035年 育有何悉突然出现 给科尔一把手枪并告诉他 必要的时候就开枪 同时科学家已经派人到了机场 凯瑟琳发现克兰德博士的助手皮特斯 才是世界末日的罪魁祸首 他准备运送病毒 到最早爆发疫情的几个城市 但正当科尔准备开枪阻止皮特斯时 前者却被赶到了警察当成击毙 而皮特斯则已开始了散布病毒的行动 在科尔临死前 幼年的科尔正好经过此处 老科尔才发现 原来自己不断重复的童年梦魇的场景 就是几十年后自己被杀的这一幕 皮特斯登上飞机后 与临走女士进行交谈 而这位女士与之前出现的女性科学家 为同一人 显然他也是穿越而来 这位科学家感慨人类滥运暴力 并说了I am in insurance 这句台词 或有双关的意味 执意可以理解为我是从事保险行业 或是我是为了再加上一道保险 他穿越而来的目的是监督科尔 拿到病毒标本 科学家的目的或许从来不是改变历史 而是找寻病毒来源 寻求返回地面的方法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十二猴子》是一部非常经典的时空旅行电影 男主科尔来自未来试图改变历史 却正是铸就悲惨历史的起因 本片片名《十二猴子》 更像是困扰观众的悬念 但病毒并不是该组织释放 同时片中多次出现互相照应的片段 送科尔时空旅行的机器 与科尔在精神病院建立了CT扫描仪 精神病院的医生对应掌权的科学家 精神病院的门卫与地下监狱的狱卒 种种线索 认为很多电影观众觉得这部电影 其实是来自巴尔迪摩精神病人的幻想 但科尔腿部的子弹等细节 让馆长认为 以上种种是导演刻意制造的假象 本片构思来自于1962年 发布电影《D》 描述了来自未来的自己 在自己面前死亡的故事 这一构思也启发了很多电影 比如《终结者》系列 想看到更多关于我的电影相关内容 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张馆长 我们下部影片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